听懂这句话让你的唱歌能力提升十倍 你知道吗 很多人学了很久练了很久 可还是唱不好唱不到位 我给你讲一件事 你要是能听懂就能少走很多弯路 有一个新生来上课 我请他先唱一首歌给我听 然后我要求他拿话筒再唱一次 当他拿起话筒开始唱 第一句就被自己的声音给吓了 用话筒唱歌不单是放大了你的声音 同时也放大了你的音质 音色 甚至是声音的吉卡 拉扯 漏气 喉音 气声 包括声音的断层和不统一 如果是你 你还会拿起话筒 就放开声音随便唱吗 其实很多人都不懂得 学习和练习唱歌的精髓 学唱歌不单是要唱出好的声音 练出好的声音 同时还必须要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 就好像我们在照镜子 你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 那才是大家眼里看到的你 而不是你想象那样的自己 唱歌也是如此 在日常和平常的时候 你所发出的声音 你所听到的歌声 只是你自己感觉上的歌声 而不是你真实的声音 唱歌最难的就是你根本听不到自己真实的声音 因为耳朵它是有欺骗性的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在学唱歌的过程中 根本不只是在唱歌 同时要像听众那样的听自己的声音 而不是听老师讲 告诉我我的声音是什么样 并在这个听的过程中 不断去修正自己的声音 也就是说学习好的唱法是非常必要的 但练习的方式也是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我教你一套公式 学习练习唱歌的方法 加录音加修正 就比如我们学习练习唱歌 最终的结果你是要走上舞台 还是要大家去K歌 还是要进录音棚 那你要朝着那个目标来进行练习 练习时你要想着在舞台上的效果 在录音棚的效果 或者在KTV的效果 那你会怎么样 直接没有话筒的音效去练习 你可能会用更多的气力 而且更感受不到你的声音 在声音的通道里在运行 甚至咬字更多的是推到嘴上 这样你也许感觉还不错 也还可以 但是同样这个状态 你在拿入话筒的时候 一到听到的 你就会感到很意外 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你就收着来唱 这样你每一次的练习结果 会有很大的不同 也就是说 你要从你演唱的结果往后推 不管是你站在舞台上 还是在KTV 想让自己唱出好听的声音 甚至进录音棚 你首先要听到你真实的 是通过话筒传出来的声音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演唱的效果 还有你录音录出来的效果 甚至你在KTV大家听到的声音的效果 所以要唱出好的声音 达到最佳的练习效果 关键不单在于你了解了怎样能唱好的方法 还在于你练习的方式 用话筒练习 通过声音的录制 对于自己声音的运用和控制 都能得到很好的提醒和帮助 好的唱法 好的发声方法 可以让你的音色 音质 共鸣 甚至更多的歌唱技巧 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甚至可以发掘出你本身的歌唱潜质 而好的练习方法 好的练习方式 可以节约你大量的时间成本 你同意吗 同意的就给个双击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专栏 从唱歌小白到想唱就唱必修课 让你从建立歌唱思维和正确的歌唱认知开始 看清自己该学什么 该练什么 通过简单实用的方式和方法 从根本上解决你唱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